老美坐不住了 任正非的预言都成真了 华为总裁任正非预言成真了 中国的鸡正回中国下蛋 如今一场海外回国的浪潮正在掀起 大批顶尖的科学家纷纷的回国 消息一经传出国人都沸腾了 中国富豪李开复带头丢掉美国的绿卡 撤资回国造成了美国损失1300亿 李开复公开的表示将永远退出美国市场 撤掉位于美国硅谷地区的研发总部 把公司95%的资金财产和技术全部带回到中国 不仅如此 李开复撤出美国的行动 还引发了在美华裔的多米诺效应 许多华商纷纷的跟随他的步伐 一起将资金转移到了中国 紧接李开复之后 硅谷之神影致遥也不惧美国阻拦 毅然的回国 他被誉为硅谷最有成就的华人之一 是美国最不想放走的中国人 他不仅带回了30多位芯片人才和60多项专利 在回国后呢 他带领团队突破技术垄断 造出了5纳米时刻机 记下芯片界传奇 沈向阳在微软工作23年后也回来了 他是微软级别最高的中国人 微软AI领导者 他的回国让美国地动山摇 连比尔盖茨都惋惜不已 如今他已经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教授 为中国培养人工智能的人才 众所周知国外很多高科技产品都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而老美发达中国顶尖人才也贡献巨大 要知道在全球顶尖芯片材料科学家中排名前六的可都是中国人 有五名还在美国任职教授 数据显示在美华人中更是有54%的来自中国名校 单单硅谷就云集了两万名中国优秀的毕业生 如果说一个科学家的回归能够提振一个领域 那么一个又一个的科学家回归将给我国带来跨越式的进步 今天我们的科学家排除万难纷纷的回国 驻华为比亚迪等国产企业自主研发克服困难 简直是太振奋人心了 这是我们不愿再为别人做嫁衣的决定 也是所有人团结一心的真实写照 为中国的科学家加油点赞 来抖音急速版看视频零现金 我们下期再见